大家好 我是服務搖 歡迎回席探索未解之謎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公元前219年 這一年 秦始皇難尋 乘船來到了洞庭湖 突然狂風大作 波濤洶湧 眼看著就要船班人亡了 飛機的時候 秦始皇命人取來船國玉璽投入湖中 說來也怪 湖面頓時風平浪靜了 8年之後 秦始皇巡遊天下 路過陝西省華茵縣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個人攔路 交換了一樣東西 秦始皇一看 誒 這不是自己當年丟入水中的船國玉璽嗎 這是水神來還寶貝了 看來這枚具有神力的玉璽不簡單啊 也難怪它被稱為中華第一國寶呢 也許有朋友說 這中華國寶可多了 為什麼傳國玉璽排名第一呢 因為其他的寶物可以說都是價值連城 而唯獨這個傳國璽是價值連國的 更重要的是 得到它就可以得天下了 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 這枚玉璽引發了無數的血雨腥風 而它的真假 夏洛也一直被人們所津津樂道 話題熱度呢 是持續了上千年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按照史書的記載 傳國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秦舌皇命令丞相李斯製造的 上面刻了李斯用蟲魚傳字體書寫的八個字 受命於天 祭壽永昌 那麼這枚玉璽是用什麼材質製成的呢 哎 第一個謎團浮現了 根據北魏崔浩的說法 這枚玉璽是用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做成的 據說 這和氏璧原本是木星之經 墜落於金山 化作一塊石頭 楚國人便和看到鳳凰落在這石頭上 想到說鳳凰不落無保之地 他認定 這塊石頭內定有稀釋美玉 於是就將其獻給楚麗王 誰知道 這楚麗王不識貨 認為便和拿塊破石頭來騙他 於是就砍去了他的一條腿 楚麗王死了之後 楚武王即位 便和就又去獻獄 誰知道 這武王是一樣不識貨 盛怒之下 又令人砍去了便和的另一條腿 一直到楚文王即位之後 便和就抱著這石頭 在金山之下哭了三天三夜 眼淚都哭乾了 流出了血水 文王聽說了之後 命玉將去打磨著石頭 果然是得到了一塊寶玉 文王很感動便和的這種堅持 就將寶玉命名為和氏璧了 據說 這玉璧從側面看是璧色 正面看是白色 放在暗處還自然有光 果然是西式之寶 後來和氏璧幾經輾轉 被秦始皇獲得了 阿里說 拿和氏璧這樣的寶物 做傳國玉璧倒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史學家們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玉璧是如何能做成玉璧呢 史書上沒有關於和氏璧樣式大小的記載 不過 我們可以按照當時的理智去推測一下 根據周禮中的記載 玉璧中心孔的直徑大概是3寸左右 當時的1寸相當於現在的2.31厘米 而玉璧最外圈的直徑是孔徑的3倍 就是9寸 也就是說不到21厘米 而且這種規格的玉璧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 此外 玉璧的厚度都不會太厚 根據出土文物來看 楚文王所在的春秋時期 玉璧的厚度大約也就是0.5厘米 所以說有研究者推測 這和氏璧很可能也就是直徑21厘米厚0.5厘米 那麼傳國玉璧又長什麼樣呢 史學界考證後認為說是方4寸高3寸6 也就是說傳國璧9.24厘米見方高8.3厘米 上面是扭椒舞龍相傳是龍九子中的吃穩的造型 通體青色有紋路 我們在影視作品中看到的需要雙手抱起來的傳國璧 只能說是一手誇張了 那這麼一比較好像這傳國玉璧 無論是從大小色澤來看都不太像是由和氏璧製作而成的 那麼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嗎 有 有史書提到傳國玉璧是由藍田玉製成的 藍田玉又是什麼玉呢 它是中國開發利用最早的玉種之一 產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藍田山 顏色多樣光澤感強紋路奇特 藍田水艙玉呈青色 玉璧普就明確提到傳國玉璧是由這種玉製成的 那麼為什麼民間都流傳傳國玉璧是由和氏璧做成的呢 估計是大家覺得只有和氏璧這樣的曠世奇寶 才可以配得上傳國玉璧這樣的身份吧 加上秦始皇之後和氏璧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這樣的說法也就流傳開來了 和氏璧本身也有很多的謎團 我們未來會找機會再和大家詳細聊一聊 我們繼續回來說玉璧 其實在秦始皇之前 各種印章都可以稱為璧 而且材質也不同 有金的 玉的 泥的都行 後來秦始皇就規定 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叫璧 其他人的只能叫做印 而玉這種材質的印也只有皇帝才可以用 其實秦始皇當年製造玉璧的時候 一共造了七枚 除了我們之前說的傳國玉璧 另外六枚小一些的分別是 皇帝之璧 皇帝行璧 皇帝信璧 天子之璧 天子行璧 天子信璧 也許大家要問為什麼還要分皇帝璧和天子璧呢 難道皇帝和天子還不是一個概念嗎 嗯 還真的不是一個概念 簡而言之說 皇帝是一個帝國的統治者 是偏向世俗的一個概念 而天子則代表上天之子 象徵著君權神獸 所以在古代至少是漢代之初 也就是集帝位和集天子位 是兩套不同的禮儀 集了天子位意味著自己成為最高統治者 得到了上天的承認 名正言順 所以秦始皇這七枚玉璧各有分宮 比如分封諸侯 當兵符 祭祀宗廟等等 而傳國玉璧就是供奉在那 代表著上天賜予的信物 誰獲得了它就是華夏正統 有資格代替神管理天下 這多厲害呀 也正因為如此啊 秦始皇的六個小玉璧大家都沒看在眼裡 而隨著朝代的更迭去哪兒了呢 大家也不在乎了 但是 歷朝歷代的帝王都希望獲得傳國玉璧 那麼傳國玉璧到底去哪兒了 哪些帝王將相拿到了真的傳國玉璧 哪些又是假的呢 秦始皇家崩之後 傳國玉璧自然就傳給了秦二世胡亥 之後傳給了秦王子英 到公元前206年 劉邦攻破了咸陽 紫英投降 獻上了玉璧 兵符等物 這樣 傳國玉璧就來到了漢高祖劉邦的手裡 之後 一直安安穩穩地留在了西韓皇帝手中 直到發生了王莽寸漢 公元前一年 漢埃帝去世 沒有留下子嗣 於是 太皇太后王政君掌管著傳國玉璧 太后的親侄子王莽任大司馬 監管軍事 禁軍 到了公元9年 王莽自立為帝 派安陽侯王順去向太后索取這玉璧 太后對著王順是好一頓臭罵 說王莽等人因為漢王朝才世代富貴 現在不知道感恩 還趁著劉家脫孤之際奪取政權 真沒有道義 真是諸狗不如 太后表示 既然王莽自稱得天命要當皇帝 要改朝換代 那就自己去刻一個新的玉璧好了 為什麼要得到這個王國的不祥玉璧呢 太后是痛哭流涕 旁邊的人也跟著落淚 這王順心中也是很難過 但是她知道 這王莽是一定要得到這傳國玉璧的 這要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嘛 於是她站了好久 對著太后說 您至死都不拿出來嗎 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脅了 所以太后不得已拿出玉璧摔在地上 還把這玉璧上的一條龍摔破了一個角 太后交出了玉璧之後還說 王家將會因為王莽等人而滅族 誰知道 這一語成谶啊 王莽建立的新朝僅過了14年就被推翻了 王莽也被叛君所殺 所以說 不是天子命就不要拿傳國玉璧 否則後果很嚴重 之後 隨著東漢建立 傳國玉璧就來到了漢光五帝劉秀的手裡 一直到東漢末年 時常是作亂 小皇帝流變 慌忙中逃跑 沒來得及帶上傳國玉璧 等著叛亂平息了 回到宮裡才發現玉璧不見了 不過 這次傳國玉璧並沒有消失太久 根據吳書記載 孫姦也就是三國無國皇帝孫權的父親 在帶兵抵達城南的時候 大家發現一口井的上面漂浮著五色氣 全軍都感到很詭異 於是孫姦就派人下去看看 結果發現了傳國玉璧 為什麼那麼肯定這就是傳國玉璧呢? 書中記載說 這個玉璧上面刻著 壽命於天 祭壽永昌八個字 方四寸 上面有紐交五龍 最關鍵的是 上面還有一腳缺失 看來 王政軍太后摔壞的玉璧雖然可惜 但是也給後代辨別真假提供了一個依據 後來 東漢末年的軍閥袁紹想要自己稱帝 得知這孫姦手裡有傳國玉璧 於是他就扣押孫姦的夫人做人質 從孫姦的手中得到了傳國玉璧 不過 這個傳國玉璧呢 似乎真的是有一些神力 那些得不配位的 用不正當手段奪得這玉璧的 最後都是沒有什麼好下場 元素建立的政權得不到支持 反而被各方勢力圍攻 元素士屢屢兵敗建立政權兩年半之後 悲憤吐血而亡 哎 怎麼說呢 還是那句話 不是皇帝命 真的不要拿這傳國玉璧啊 不過又有多少人可以抵擋住這個誘惑呢 元素死了之後 這傳國玉璧就被人獻給了 掌握東漢實權的曹操 到了公元220年 漢縣帝將帝位 善讓給曹操的兒子曹丕的時候 傳國玉璧自然就到了曹丕的手裡 有寮史記載 曹丕在玉璧上還課了 大衛壽漢 傳國之寶幾個字 不過 由於寮史距離三國曹丕所在的時代有1000多年 所以史學家都覺得這個說法不一定靠譜 而除了曹丕在這玉璧上課字啊 還有一個人據說也在玉璧上課了字 誰呢 就是五湖十六國中後照的開國皇帝 石勒 他課的是天命時事 石勒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實現了 從奴隸到帝王這種身份飛躍的人 比明太祖朱元璋從起改變皇帝跨越海大呢 石勒雖然不識字 但是卻有軍事天分還有治國之才 後照在他的治理下政權穩定 軍事強盛 經濟繁榮 成為了五湖十六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收眼了 咱們繼續回來梳理傳國玉璽的下落 咱們之前提到 漢衛善讓終極了漢朝 曹操的兒子得了天下 不過 天道好輪迴啊 到了魏國末年 司馬家族全清朝野 最後也來了魏晉善讓 讓魏元帝曹煥將地位善讓給了司馬炎 開啟了西晉歷史 而傳國玉璽自然就流落到了西晉司馬家族的手中 之後 五湖論華 傳國玉璽被我們之前提到的後兆時樂獲得了 同時代存在的東晉雖然延續著 司馬家族的血統和道統 但是 因為沒有傳國玉璽 所以被胡人嘲笑是白板天子 看來 有沒有傳國玉璽在手 底氣就是不一樣 後兆滅亡之後 玉璽落入了冉衛的手中 這個魏朝皇帝姓冉 不姓曹 為了好區分 歷史上稱它為冉衛 在冉衛再要被錢燕滅國之際 向東晉求援 為了表示誠意 將傳國玉璽送還了 東晉獲得了玉璽之後 非常開心 認為這是天命重歸 大吉之兆 之後 再也沒有人說 東晉是白板天子了 可是 有關傳國玉璽最大的謎團 在這就出現了 因為這枚玉璽很可能是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來史書記載 這玉璽上刻的字是 受天之命 皇帝受昌 誒 我們不是說秦始皇課的是 受命於天 祭壽永昌嗎 怎麼字不一樣了呢 難道說 染位沒有交還真的傳國玉璽嗎 史書記載 東晉最後沒有去救染位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不管怎樣 史學家們認為 真正秦始皇製造的傳國玉璽 在這個時候 就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了 大唐盛世之時 唐太宗曾下令 刻了一枚白玉玉璽 上面的字和之前的都不一樣 是 皇天錦命 有德者昌八個字 這枚玉璽被稱為受命璽 成為了大唐王朝的傳國之寶 其實 唐朝滅隨之後 隨朝的蕭皇后把她手中的傳國玉璽 就交給了唐太宗 而很可能就是刻著 受天之命 皇帝受娼的那一枚 那麼唐太宗為什麼自己還要再刻一枚玉璽呢 史學家分析 很可能唐太宗看出來 蕭皇后的這枚玉璽 並不是秦始皇留下的真品 與其用不知道誰刻的宴品 作為千古一帝 不如自己刻一枚傳世吧 而後來到了宋朝 又有多次傳出秦始皇的傳國玉璽 被找到的消息 但是後世普遍認為都是宴品 而宋朝之後 原明清的皇帝 對於尋找傳國玉璽並不那麼積極 清朝乾隆帝更是說 軍人者在德不在寶 寶雖眾一妻兒 也就是說 帝王沒有德 就算是手中拿著傳國玉璽這個寶貝 依然是不是天命所歸 不要太執著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後 被逼問 傳國玉璽在哪裡 他就曾說了一個大實話 他說 秦始皇的傳國玉璽 早就不見了 不但我沒有見過 康熙爺 乾隆爺也一樣沒有見過 所以說 這枚傳國玉璽到底去哪兒了 這至今都是無人可解的千古之謎 到了華夏正統文化全面復興的那一天 不知道上天是否會讓傳國玉璽再次出世 讓我們一保眼福呢 好了 未解之謎 我是福瑤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